各位关注离山半点末的朋友们晚上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正儿八经的坐在茶室里面和大家这样面对面的聊天了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 一度我以为说我周围出现很多的小洋人我还在阴着呢 希望自己能够挺进本周的阴十六强 结果今天晚上发现自己也中招了 也成为了小洋人加入了新冠的大军当中 所以呢我把我的小茶室呢就布置成为了我的小方舱 这里面就足够我一个人隔离了 大家看我前头的啊 这个是甘草甘姜汤 据说呢它是可以治疗新冠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那我想说今晚上已经知道自己中招了 所以就不管它这个甘姜还是生姜 到底晚上能够吃 我就先煮上这么一壶试试看 还有就是烤橘子 哎呀这个橘子已经是烤焦的状态了 但是应该是可以吃的 人家都说这个烤橘子是挺上火的 但是我吃了几次啊 发现这橘子其实是可以止咳正痰的 所以我说今晚就试试看吧 看看第一天晚上我就先这么度过 因为我今天的症状还好 就是有点怕冷 其他的没有什么症状 你看我现在还是活蹦乱跳的 可能只有真正的得了新冠的人才知道 到底新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呢 接下来这几天可能我会比较无聊 因为有时间了嘛 就关在这个小空间里面 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心得 也许会很狼狈 也许呢 还是过个两三天就没事了 就看看长在我身上的这颗新冠毒株 对我是不是友好 是不是一颗好株 希望呢我不要受到很多的折磨 拜托了 那么接下来就跟新冠和平相处 那在此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方舱 大家看看啊 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的小床 我自己已经铺好了 里面的被子还是比较卡哇伊的 其他的嘛 你看这里 这个是我的小零食 本来是打算招待别人的 我看这几天我就可以把它给吃完 那这个呢是我打算招待朋友的 维炉煮茶的茶具 结果我自己现在用上了 总之还是一句话 不管得不得新冠 其实啊 这个明天何意外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哪个会先来 管他新冠还是什么的 我们还是每天呢 都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保持一颗平常心 努力的度过 不要让自己 就是在这种恐慌啊 在这种不确定啊 怀疑啊 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 影响了美好的生活 сложно 工作 碼 当 ודה reen 头 проц